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缅甸印度边境居民被困于两场战争之间 小说强调了这个家庭为了在俄国内战中生存所承受的巨大风险 请大家收看 缅甸印度边境居民被困于两场战争之间 日经亚洲 缅甸内战和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民族战争日益加剧 导致以免边境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印度政府回应此事的方式是挖掘边界壕沟 并宣布结束自由流动制度 该制度允许边境两侧16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自由出入 无需签证 结束自由流动被许多人视为印度4月和5月的大选前的政治伎俩 整个边境现在将被围栏围起来 尽管由于茂密的森林 大部分地区无法穿越 缅甸和曼尼普尔的冲突 引发了对邻国孟加拉国 泰国和中国等地的难民和不稳定局势的担忧 这种情况还加剧了边境两侧社区之间的紧张和猜疑 涉及支持亲民主力量的指控和改变曼尼普尔人口结构的指责 这场危机对莫雷等边境城镇产生了毁灭性影响 该地已成为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城镇 医疗保健有限 实行宵禁 小说强调了这个家庭为了在俄国内战中生存 所承受的巨大风险 澳洲ABC 澳大利亚亚纳基的作家西蒙 却凯里发布了他的处女作西伯利亚人 冰上之火 该小说通过苏霍夫家族的经历 讲述了俄国内战的故事 小说探讨了这个家族 决定留下来与布尔什维克作战 之后逃往中国和泰国 并在共产主义威胁下重建生活的困境 凯里在与苏霍夫家族唯一幸存成员阿莱特 希克曼的会面后受到启发 获得了他们的日记 照片和文件的使用权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条新闻 一是缅甸印度边境居民被困于两场战争之间 二是澳大利亚作家西蒙 倔凯里的处女作西伯利亚人 冰上之火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一缅边境的危机 由于缅甸内战和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民族战争的不断加剧 边境地区的居民面临着人道主义危机 印度政府采取了挖掘边界壕沟 结束自由流动制度的措施 然而 这一举动被许多人视为政治伎俩 只是为了在四月和五月的大选前争取选民支持 边境的围栏建设虽然将边境围起来 但由于茂密的森林 大部分地区仍然无法穿越 这场危机还引发了对邻国孟加拉国 泰国和中国等地的难民和不稳定局势的担忧 同时 边境两侧的社区之间的紧张和猜疑也加剧了 甚至涉及到对亲民主力量的指控和改变曼尼普尔人口结构的指责 边境城镇莫雷也因此遭受了毁灭性的影响 现在几乎无人居住 医疗保健也十分有限 实行宵禁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作家西蒙 具凯里的新作《西伯利亚人》冰上之火 这本小说通过苏霍夫家族的经历 讲述了俄国内战时期的故事 小说探讨了家族 决定留下来与布尔什维克作战 之后逃往中国和泰国 在共产主义威胁下重建生活的困境 凯里在与苏霍夫家族唯一幸存成员阿莱特 西克曼的会面后受到启发 获得了他们的日记、照片和文件的使用权 这本小说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俄国内战的历史 还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一个家族 在战争中所承受的巨大风险 总之 今天的新闻内容 涉及到了两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 缅甸印度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 让边境居民陷入困境 而凯里的新作则通过一个家族的经历 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俄国内战的历史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对这些新闻感到兴趣 并且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后 及其他媒体人、工程引荐 确议